美國聯儲局一如市場預期宣布加息四分之一來 亦暗示今年內最少會再加息兩次 分析預計香港在年終之前加息的機會亦高 聯儲局結束一連兩日會議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 上條去到1.5至1.75來 是美國今年以來首次加息 聯儲局官員維持今年再加息兩次的預期 不過就輕微上條未來息口預測 2019年底加息中位數由2.688上條去到2.875 亦即是明年可能會再加息三次 而2020年底加息中位數是3.375來 即是可能會加息兩次 今次是聯儲局主席白威爾上任之後首次會議 他在會後的記者會上說 估計通脹率未來幾個月將會上升 繼續維持百分之二的目標 又說加息太慢會增加風險 美國宣布加息之後 美股三大指數反覆偏遠 但美債息率就抽勝 兩年期掛債支息率一度高見2.366來 觸及超過9年的高位 美匯指數再次失手90關 曾經跌到89.5水平 創兩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 香港方面 金管局就將貼現倉利率 相調25點指去到2厘 港匯就繼續破底 一度低見7.8469 再創2005年 實施雙向兌換保證以來的新低 之後就輕微緩穩 港元測息亦都輕微上調 一個月測息 上調去到0.81286厘 配匯超過一個月的高位 至於下星期一 1.26號 銀行體系結餘 預計有1797億1000萬 金管局總裁陳德琳警告 港式長期持續低水的預期是不妥當 而按揭利息有上升的壓力 現在按揭利息 是長期處於一個很低的水平 所以利率正常化 是會將來 是慢慢為香港按揭利息 上升提到一個壓力 這個其實也是香港樓市 一個健康發展 一個好的趨勢 相信這次美國再加息之後 短期內香港 港匯觸及7.85的藥荒水平 就會很快 我們會到時買港元沽美元 貨幣基礎就會收縮 為港元的利率正常化 提供一些條件 有分析就認為 香港年終之前有機會加息 香港銀行就暫時按兵不動 渣打香港宣布 最優惠貸款利率維持不變 在連息5.25厘 而港元儲蓄戶口利率 亦都維持不變 至於回風 亦都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 在5厘 至於加息對內地影響大不大呢 銀行今早就上條公開市場 7天逆回舊 中標利率5個基點 去到2.55% 是去年12月以來首次 中銀香港就發表報告說 內地利率調整趨勢 主要是受本地因素影響 長期以來 內地政策保持高度的獨立性 與美國利率調整的關係不大 而且中國的全貸款基準利率 至今已有29個月維持不變 去年回舊率 目標上條3次 但幅度總共只有0.25% 僅僅是聯儲局利率升幅的三分之一